再来要看到新北市板桥区 一项被视为是深蓝的大条仓 不过在四年前的大选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罗志正 只以百分之二不到的差距 小叔国民党先人立委江慧珍 今年他卷土重来 除了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拉台气势外 他的夫人陈亮莹 也就是经典情歌雪中红的女主唱 也是平平的现身展台 现在的气氛跟过去很大不一样 四位前三 总统胜选 总统胜选 恭喜 人多一顿不难不难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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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感恩 感恩 大家今年啊 拜托 谢谢 加油姐 拜托 没问题啊 一天啊 非常好 感恩 感恩 拜托 甘云四年卷土重来 罗志正再战新北市板桥选区 基层气氛大大不同 搭上民进党翻转气势 罗志正抢功升篮票仓 过去每一步都成为这次的选战基石 毕竟是第一次参选 知名度也不够 所以选民可能连名字都交不出来 我们座谈会已经办了一百多场了 我们目标是希望在选前 能够办到两百场的座谈会 那我们这个选区有六十一个礼嘛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平均一个礼有办到三场的座谈会 那如果每一场有三十个人的话 那将近有一万多人 除了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拉台效应 让罗志正得抓紧每一次 和选民接触的机会 他跟力邀台北市长柯文哲对谈 希望透过白色力量加持民气 因为2012年罗志正挑战拔庄 在政治版图蓝大于绿的板桥区 最终只以大约两千票的差距 小叔在地扎根多年的 国民党现任立委江慧珍 尽管这回还有前新北市议员 李婉玉半路杀出 但把握中间选民很可能就是慎选关键 把握最后一个半月的时间 能够跟最多的选民接触 毕竟对手是现任的立委 他一定有现任立委的优势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他也有包袱了 中央政府马政府的市政不佳 地方政府朱立伦的市政不佳 当然会造成一个对他们两个 很大的包袱跟压力 直言新北市大家长朱立伦 母鸡效应起不了作用 罗志正稳扎稳打 似乎也不难感受 这回大选的压力相对减轻 加上罗志正还有这位王牌 当他的封身 我今天早上在这场少见 我说什么时候要唱歌 镜头前申请对唱 她就是罗志正的夫人陈亮莹 而这首经典情歌《雪中红》 当年的女主唱就是她本人 尽管隐退演艺圈多年 从罗志正第一次投入选战开始 陈亮莹就频频现身站台 以实际行动力挺丈夫 不过罗志正的最佳助选员 可不只有明星夫人 我妈就是在总部里面 经常在帮我煮我爱吃的东西给我吃 然后炖骨服药给我吃 12岁了 所以在扫鸡的时候 她也是经常一个晚上 也是从头走到尾 只有两个钟头 全家上下总动员 要当罗志正前进国会的最强后盾 毕竟罗志正直服四年 就等上演复仇记 民进党布局新北 还得看这位党内新生代 能不能成功抢下一席 欢迎新闻江显东 黄玉庭台北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